遇到缘则起 一个学佛人,一个弟子 至少要知道自己是否干净 要经常检点自己的心和身体是否干净 很多人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脑子是否干净 身和心清净非常重要 就像一个人每天要洗脸一样 感觉身上很脏就要洗澡 并且一定要洗干净 如果一个人不能把身上的污垢洗干净 他很快就不知道什么是干净 什么是不干净了 学佛人一定要每天把自己的思维弄干净 把身体弄干净 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干净与否的时候 就会出错 就会给自己找很多麻烦 天天杂念四起 天天想占人便宜的人 很快会堕落 所以每一个弟子学佛人 首先 每天不能让自己堕落 不能占人家便宜 活在这个世界上 占人家便宜了 就是堕落的开始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要懂得 怎样让自己学更多的知识 怎样让自己不受污染 要学习菩萨的助人为乐 同体大悲的精神 当你发现别人很痛苦 你从自己的感觉就能知道 自己是不是菩萨 如果你感觉别人很痛苦的时候 你也觉得很难过 你就有菩萨的意识存在 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 你很快会失去菩萨的慈悲心 学佛人 千万不要说东到西 摇摆不定 不能碰到好事开心 碰到考验就退道心 一个人为什么会退道心 因为没有信心 才会退道心 你没有信心抚养这个家 就会失去这个家 没有信心和老公 把关系搞好 就会失去这个老公 没有信心把孩子教育好 就会和孩子分开 信心是怎么来的 首先要有慈悲心 看孩子不懂事情 很可怜 要原谅他 要帮助他 你觉得他还有救 就不会离开他 现在的人 对别人失去信心 对自己也失去信心 所以才会造成 对家庭的伤害 有的人身体不好 生癌症 他也不想好好学 不想念经 他说 我很快要走了 你们也不要再来看我了 这种人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什么事情也完不成 信心的摇摆 会让人丧失意志 一个人做人摇摆 就会丧失意志 今天听这个人讲 今天听这个人讲讲 觉得很好 明天听那个人讲 也觉得很好 最后就会丧失意志 比如 孩子想上大学 什么大学好 什么学科好 到底报哪个 东听听 西听听 摇摇摆摆 最后 自己也不知道 学哪个科目 你自己都不知道 怎样做 你的信心 完全来自外围 来自外界 对你的影响 就是常说的 耳朵根软 这种人 永远不会成功 事业成功的企业家 家庭成功的人 所有能够成功的人 他不会东听西听 他很有意志力 一个东听西听的人 他连自己的老公 也要怀疑 连自己的孩子 也要怀疑 最后 人家和他说 你这种人啊 一辈子都不会好 他就想 我会一辈子都不好吗 他也怀疑自己 这种人 根本不可能成功 今天 师父做节目的时候 有一个青年 打电话进来 他身上有业障 经常做噩梦 他学过各种教派 在做噩梦的时候 他叫每个教派 教主的名字 没有一个来的 学了心灵法门之后 噩梦中 叫了菩萨 菩萨就到了 他也马上醒过来了 当一个人 噩梦连连的时候 如果能够想到菩萨 就会得救 如果想不到菩萨 可能就会丧失 很多人间和未来的 一些境界 就是灵魂的失落 一个人的灵魂被折磨 是很痛苦的 心里难受 压力很大 外表再光鲜 也没有用 因为他爬不起来 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现在 一天天复杂起来 人和人的感情 为什么也越来越复杂 夫妻同床一梦 孩子与父母有隔阂 这些都是为什么 主要是人的意识 人的八十田中 有佛性 也有坏的种子 一个人心中 有佛性的时候 他就跟老婆很好 有坏的种子 进去的时候 就对老婆很坏 意识中 有好有坏 才会造成在人间 对某一件事物 或者 对某一个人的好坏 有时候佛性来了 觉得老婆很可怜 在家里很辛苦 原谅他吧 不去讲他了 有时候坏念头来了 看着老婆 觉得真讨厌 外面马路上 随便找一个 都比他好看 这个时候 恶念种子来了 你就变成恶人了 善念种子来了 你就变成善人了 如果一个人 整天有善念 就是一个善人 如果一个人 整天有恶念 就是一个恶人 这就造成了 家庭事业 各方面的差异 遇到缘则起 就是说 你心中有善 有恶 要看遇到什么缘 心中有善缘 也有恶缘 都没有发出来 如果遇到好人 就会激活 心中的善缘 很快 你就成为一个好人 如果遇到一个恶人 在你面前说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勾起你对别人的 称恨 嫉妒 你很快 就会发脾气 变成一个恶人 遇到不好的缘 就会受到污染 遇到善知识 就启发佛性 凡夫与佛的区别 在于佛由凡夫开始 所以不要看低自己 珍惜每一份缘分 好好地让自己 把人先做好 要有慈悲心 要有善良心 把人做好了 很快就能成佛 如果你今天 还活在 嗔恨别人 嫉妒别人 算计别人 天天因别人 这些阴暗面 你的心 是不光明的 你很快 就走向黑暗 不管怎么样 要将佛性 坚固明显 坚固就是 无论如何 不做坏事 因为菩萨 不做坏事 无论如何 不打妄语 因为菩萨 不打妄语 遇到再大的事情 我咬咬牙 克服自己的毛病 要坚持 师父有一次 和一位佛友说 我看到 你有一次 和老公吵架 吵得很厉害 他说 是的 我实在憋不住了 我说 你错了 你是学佛人 你老公不是学佛人 你憋不住 说明你没有学好佛 他说 我没和他吵 我只不过扔了家具 扔了家具 和争吵 不是一个概念吗 说明 还是没憋住 有本事 自己憋住 化解 化解不掉 一股怨气 一股怨气在心中折腾 翻来覆去 翻江倒海 最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扔东西了 就是没有跟菩萨接上鬼 你就不是菩萨 人是有境界的 人是脱离了 低机趣味的 要往高尚处走 不要天天为了自己而活着 人要懂得为别人活着 改掉自己的毛病 多不容易 中午做节目的时候 有一个女听众 不停地讲 我告诉她少讲 她也停不下来 很多人嘴巴就喜欢说谎 会被人看不起的 现代人 没有一个不聪明的 你一说谎 别人马上都知道 她会看不起你 最好的方法 是实事求是 人家会很爱你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小孩子 因为小孩子诚实 童言无忌 不说谎的 年纪越大 谎言越多 还不如修到后来 一句话都不讲 那也不算谎言 你讲出来 别人都知道 人家就会看低你 送一件礼物 人家知道就可以了 做一件事情 不要去表白 很多人 帮人家做了一点好事 不停地讲 讲到最后 人家都不领情了 闷声做 人家心中会感恩你 嘴巴不停地讲 对人家再好 人家也不领你的情 我们学佛 心不能受到任何污染 如果心受到任何污染 碰到恶缘 就会加速成长 比方说 一个人生肺病了 还不停地抽烟 遇到一个癌细胞 在肺部迅速蔓延扩散 就很快成为肺癌 离开人世了 如果你今天脑子中 没有任何恶的念头 就算来一个恶人 和你说恶的话 你也不会去恨人家 如果今天 你心里有一点点 对别人的意见 只要再碰到一点点 恶人恶语 你马上就会火山爆发 再举个例子 一个妈妈 有很多孩子 二姐对妈妈特别好 三姐对妈妈 有一点点意见 大姐最恨妈妈 大姐说妈妈不好 二姐就说 你不要胡说 妈妈很好 她没有做错 我们就这么一个母亲 她把我们养大 只有我们错 她不会错 二姐完全抵制了 不好的东西 反之 三姐因为心中 对妈妈 有一点点意见 所以当大姐 说妈妈不好的时候 三姐马上觉得 是啊 妈妈真的是 搞不清楚了 老糊涂了 希望你们 不要有一点点 肮脏的东西 在心里 你们就不会 受人挑拨 就不会受人影响 因为任何 对你们有影响的东西 都是你们心中 已经存在的东西 被人家 郑重下怀 真正有修的人 是心中无私 天地宽 永远不会 对别人有意见 人家也不会 对你有意见 你今天 对这个人有意见 对那个有意见 恨这个人 恨那个人 你很快就会 成为仇人 而不是一个 正常的人 一个满心恨意的人 在社会上 是他难过 还是别人难过 有些人 已经恨到什么程度了 他看谁都不顺眼 没有一个顺眼的 最后 他自己难过不难过 我们学佛人 看谁都可爱 谁最受益 受益还是你自己 要做到 看每个人 都顺眼 非常不容易 你看到别人 永远会觉得 有的很可爱 有的很讨厌 就是还有病 学佛人 就算看到别人很讨厌 也要有慈悲心 觉得他可怜 觉得他 还是很可爱的 心中就舒服了 否则 一辈子都难过 例如 自己生了多个孩子 怎么能摆得平呢 都是你的孩子 看这个不顺眼 那个不顺眼 不就是 自己跟自己 过不去吗 你难受不难受 都是自己肚子里 痛出来的 停下来 感谢观看